简安湘工所为了遏止肺炎疫情传播 攜手全乡18村的村长发动全乡清销总动员 6月3号、6月4号两天 清洁队在各村主要道路 村长们则是在巷弄间展开全面喷洒漂白水消毒作业 要在最有效的时间内完成全乡清销工作 保障乡民的健康安全 简安湘18个村的村长 三后上午开着小货车载了大大一桶漂白水 来到简安湘清洁队不集合 在简安湘清洁队的精神讲话下 大家适时出动要展开一连两天的全乡清销工作 村长跟我们一起来协力 全面这一次也是我们十三乡镇 第一个全部村长出动 一起让我们大街小巷来消毒 其实我们消毒大概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那我们重点区域的消毒可能巷弄没有进去 我们的乡亲会担心 所以这一次呢 谢谢村长跟我们一起来配合 那我们做了几样的工作 第一个我们今天两天把它消毒过后 我们的这个乡亲啊 会知道我们的大街小巷都消毒完毕 所以会很放心 这次全乡清销总动员由乡长游淑珍率队试施 执行期间 乡公所提供消毒用的漂白水 并且出动三组人车 依序在18个村的主要道路来进行喷洒 而各村的村长则是在社区内的巷弄林里 进行地毯式的喷洒消毒 在小货车上也播放了 由乡长游淑珍录制的宣传话语 提起所有乡亲一起来做好居家防疫措施 吉安湘线队表示 除了两天的清销总动员 每天也会持续以村为单位 进行巡回式的清销工作 同时优先针对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的消毒指引处 人潮聚集热点 还有包括了八大行业 传统市场 吉安车站 景点 商圈 公庙 学校及洽工机关等 优先来进行户外公共环境的消毒作业 建议会接下来相报道